全國疫情三級警戒 臺中武林農場也休園到六月二十八號 由於這段時間 禁止遊客進入 使得園區內生態大爆發 出現了許多珍貴的野生動物 藍富賢母鳥到處覓食 一旁還有好幾隻幼鳥跟著趴趴走 武林農場的關於平臺附近 出現藍富賢家族 而在桃山步道也發現這隻嬌客 體型壯瘦的長宗山羊出現在樹林 隨即穿越觀景台 它是臺灣最大的牛科類保育動物 屬於臺灣特有種 也讓牧籍的廠方人員很驚喜 武林農場表示 平常在農場的步道 幾乎沒有機會看到 沒有想到最近卻經常出現 透過空拍來看 蜂面帶來雨量之後 漆加萬溪水流 明顯豐沛 而桃山步步的水量也變大 加上疫情持續維持在三級警戒 武林農場從五月二十號到六月二十八號 都是休園的狀態 水量充足又沒有遊客的干擾下 動植物都得到復蘇的機會 也讓生態呈現新興向榮的景象 記者 林健身 王農濤 台中報導